Hello,大家好,我是万万,欢迎回来,好久不见 那今天呢,这篇美妆日记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新的粉底液的测试视频 那我要测试的是什么呢?就是Dior新出的这个叫Dior Skin Forever Undercover Foundation 然后它说是24小时的这一个持妆的这个长度 然后是water-based的一个粉底液啊 然后我买的四号的是030 Medium Beige在这里边 然后好多朋友都想就是有给我留言问一下 就想让我做一下这一个粉底液的测试视频 review视频或者是就是看一下它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效果的粉底液 目前为止啊,我看的一些油管博主对它的评价都非常非常的一般 觉得它不是一个不好的粉底液 但是不值得就是花那么多钱去买这个粉底液 大家基本上都是这个意见啊 然后因为好多朋友给我留言嘛 说想要看一下我的review 然后我觉得OK,我可以再来一个粉底液这样子的 然后我就买来试一下 那我这个呢不是在斯福兰买的 我是前段时间那一个,不是前段时间 就前两天那一个Burgdolph Goodman 然后里边有那一个折扣嘛 就是化妆品,满一千几二百美金啊 然后因为买了一些就是这一个护肤品什么的很贵 所以就是凑一下,然后我把这个给加里边了 这个颜色说实话我买的稍微有一点泛红 我自己感觉啊,但是它说是背质啊 我也不知道,但愿它能好一些 然后用这钱我们摇一下 因为它是water based的这样子的 同样它是30毫升这样的一个产品啊 然后我半边脸呢用这一个沾湿的 我的大海绵,real technic的 然后另外一半边脸呢,往后我用这一个 It Cosmetics No.7的这一个 Dual Foundation Brush 然后我马上开始 然后它是这样挤出来的这种的 然后 感觉很水的感觉 还好 还好,但是我感觉颜色好像有点泛红 颜色有点深 颜色真的是有点深 算了,一会儿又停妆粉 或者是 黑 然后我直接用这一个Beauty Blender去晕染它 不是Beauty Blender了,美容蛋 去晕染它 因为是water based的嘛 所以肯定会超级好晕染的 而且会吸收掉很多产品 如果是water based的这一个粉底液的话 最好就是用刷子 但是我们因为是测试视频的 我也是第一次用 我们就看一下 它用不同的这一个上妆工具的效果 大家看到两边的区别 这下例呢用Beauty Blender的话 然后用我刚才的量很明显就是 清到中度的遮瑕 很薄很水 很薄真的很水 然后非常非常的薄 遮瑕力真的不够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斑点还在这边 然后 我们看它可不可以build up一下 颜色是有点泛红了 它应该 不知道看得清不清楚 然后我们看一下 可不可以build up一下 你用量多的话 遮瑕力很明显就要上来很多 如果用Beauty Blender这边的话 但是我这个斑点还是会透出来 没有达到full coverage的程度 然后接下来我们马上换这半边脸 用这一个沙子 沙子这边我感觉就是用量不用太多 这些我觉得就足够了这样子的 大家看到它干的其实蛮快的 这个颜色真的是稍微有点红 然后 刷子直接上来 哦 刷子这边真的这下来要好很多啊 像这种water based的粉底 其实我自己的话也比较喜欢用这一个 It Cosmetics的这个粉底刷去晕染 但是因为就是每个人化妆习惯不一样 就是现在很多朋友就是已经习惯了这个美容 但就不喜欢再用刷子去晕染了这样子的 感觉会很干 的确是这样 大家看到运染的非常快 而且妆定了也蛮快的 说实话妆定了也很快 然后刷子这边呢 刚才的用量很明显就跟这边是 基本上是完全一样的 我倒不能说是full full coverage 就是非常的就是全遮瑕 什么都遮掉这样子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这一个斑点还是会透出来 然后这一个嘴角的位置 可以就是色素沉淀的这个位置 就是颜色比较深的这个位置还是在 但是刷子这边明显要比这边好很多 这个颜色对于我来说呢稍微有点偏红 然后大家就是不要去买这个颜色 这个30 我家可以去买236 非常不喜欢这个啊 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我需要去换一下 这个颜色我需要去换一下 但是上妆的感觉我觉得蛮好的蛮薄的 然后的确就是一个很一般的粉底液 然后它是雾面的这样的一个water based的 但是像water based的这样的一个粉底液 有这样的遮瑕力 我自己其实蛮喜欢的 我们说实话 像一些其他的像是美宝莲的遮瑕力 叫美宝莲那种silicon base 或者是dimasicon dimasicon那种 那种那种那种纸 就是base的那种粉底液的话 它是有跟这种water based的很像 那种blur的那种质感 但是很怎么说呢 稍微厚一点点 不像这一个摸上去这么薄 大家可以看到 所以这个质感我还蛮喜欢的 我自己蛮喜欢它给我带了这个 比较细腻的这样的妆效 大家可以看到 那遮瑕力呢 我可以说是medium以上 然后当然你如果再用多一下 应该可以达到这一个full coverage的程度 但是我觉得目前的这一个遮瑕力 对于我来说已经算是高遮瑕的程度了 这个是出印象 然后因为颜色稍微有点 真的是稍微有点红啊 然后我就直接用一个这一个遮瑕膏 然后我去调整一下 我用cutterpop的这一个遮瑕膏 这个遮瑕膏我马上就用完了 大家可以看出来吗 大家看到了吗 我很少一个遮瑕膏都用完的 说实话 所以它里的量真的是不多啊 然后我每次用的其实也蛮多的 然后我因为我最近就是睡的也比较晚 然后也是这个黑眼圈啊 眼袋啊都很 很厚重 然后我就直接用这个beauty blender去晕染它 大家不要害怕啊 一会就好了 晕染开之后就要好很多 OK遮瑕膏呢搞定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遮瑕膏在这个粉底液上呢 也非常非常的平滑 没有什么卡粉啊 不好晕染 或者后干这样的现象 所以我觉得这一个粉底液真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薄 质感真的是蛮薄的 设施化啊 第一印象真的对它蛮好的 然后呢 眼部的这一个遮瑕呢 我用这一个最近非常喜欢的这个Glossy A的这一个Wilder 然后我用Wingos的这一个刷子 然后定一下我眼睛的这一个遮瑕 然后脸部的遮瑕这个这个粉呢 我没办法把它用到我这一个全脸 原因是因为我梯子去它定不住 我觉得它比较适合干的地方 然后油的地方完全不行啊 所以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好定眼妆的粉 全脸的我试过很多次了 我觉得不太好 它真的很薄 真的非常非常的薄 因为我眼睛下面非常的干嘛 然后因为年纪也逐渐的你知道 干味也很多 所以它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薄 真的是保湿的一个定妆粉 一点也不干 所以我比较喜欢就是把它用在这个眼睛的 就是干的地方定妆 那全脸的定妆呢 我用这一个 Shallow Tubery的这一个定妆粉 然后我轻轻的扫一下 因为我觉得这一个粉底液还好 不用就是非常厚这样的定妆粉 铺它 然后我用It Cosmetics的这个大刷子 好多朋友说这个刷子是几号 这是三号 然后这个是It Cosmetics自己的这一个刷子 不是It Cosmetics for Alta 不是那个 是它自己线上的刷子 所以这个品牌 这个东西合作有的时候真的是蛮蛮疑惑的 然后这个就是不是它合作的 是它自己线上的产品 然后我就直接沾上这个粉 然后我就 轻轻的就是压在我全脸就行 这个粉真的很薄啊 因为我皮肤最近的真的是超级干 我跟大家说 真的是超级干 然后T字区还是有出油的地方 说到干 然后我跟大家说 浑身上下都干 真的是无语了 我对我自己都 然后我前段时间 对我前段时间在那个Octaly上面 然后申请了一个这个护手霜 就是我非常喜欢的那一个叫什么 Brazilian Touch 就是Broom Broom 还是什么的那一个 沐浴乳他们家同一个品牌的 也是我在Octaly上面申请的 超级难用 大家一定不要去买这个 这个是太 而且真的很贵啊 像将近20美金吧 如果没记错的 16还是18美金 我不记得了 可以去买那个欧数单 但是一定不要买 一定一定不要买这个 真的是太难用了 除了买了就18 花了18美金买了一个味道的 带香味的一个护手霜而已 一定不要买 听一句 以免大家去花烟往前啊 OK定妆搞定了 大家可以看到 我除了不喜欢这个颜色 真的是非常非常红 朋友们 大家一定不要去买30号这个颜色啊 按理说这一个 Dior他们家的粉底液 23对于我来说 我完全不能用 基本上都是30号这样子 但是这个颜色实在是太红了 我在店里是怎么试的 我感觉我非常怀疑我自个儿啊 然后可能是灯光的关系还是怎么样 我不知道 总之这个真的是超级红 拿到手里真的是超级红 我在店里是怎么试的 无语了 我希望它不要氧化 如果氧化的话我就飞了 但是它的质感 我真的是很喜欢 它真的是很薄的 雾面的粉底液 很多雾面的粉底液 其实都是有一点 稍微有一点厚的那种感觉 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没有光泽的关系啊 但是这一个真的是 非常非常非常的薄 一个water-based的雾面粉底液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很好的质感 所以这个我自己还蛮喜欢的 出其意料 我觉得大家对它的评价 好像稍微有点低估了它 我自己蛮喜欢这一款的出印象 然后我完成脸上 其他的妆容 马上回来 好了那整个妆容呢 就全部回来了 然后这款粉底液呢 说实话我出印象 真的是蛮好的 但是我一定要提醒大家 不要去买30号这个颜色 如果你的肤色跟我很相近 是MACNW30这个色号的 哇一定不要去买这个 这个是泛红的一个底色啊 然后我需要去买一个 买一个浅大概一号半的颜色 跟它对起来才是我的这一个色号 这个很明显大家看到 就是有点泛红这样子的 我不知道在视频当中 可不可以看清楚啊 但是在实际当中 它就是泛红的颜色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 颜色上一定要一定要小心一些 颜色真的是不太好选 这个色号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点 然后其次就是我觉得 我自己是蛮喜欢这一个粉底液的 我感觉它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薄 没有就是现今我这个纹路啊 笑纹这个位置它没有 然后鼻子两端这个位置 也没有什么状况 然后我觉得很薄 然后遮瑕力就是 我觉得是中度以上的遮瑕 我没有用太多 当然用刷子是最好的 这一个上妆的效果了 刚才可以看到 那现在应该是上午 大概9点35左右啊 然后我会在下午 大概三四点钟的时候 然后给大家更新一下 它在我脸上持妆的效果 那今天外面的天气 并不是非常的热啊 然后不像前两天 所以回来之后我们再说 OK大家我回来了 然后现在呢是 几点呢 5点43 看到 这边不可以看清楚啊 5点43分 那我是早上大概9点35左右吧 9点40化好妆这样子的 然后呢我脸上的妆的状态 非常非常的好 除了口红啊 因为我吃饭的关系 就是早上化好妆 然后喝咖啡 然后中午吃饭 晚上吃饭 然后所以口红 基本上就是全部没有了这样子的 但是我跟大家说粉底液 我比较惊艳到一点 是因为 因为我是混油性这个肌肤的关系啊 然后我的最近用的粉底液 很多 包括一些保湿类的粉底液 就是比较 怎么说呢 一些有点 glowy那样的粉底液 有的时候这个地方也会起皮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个粉底液 完全没有任何的起皮的现象 非常非常非常的flawless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唯一一个小小的缺陷 就是我鼻头这个地方出油了 然后我没有用任何的 这一个打底的产品啊 今天我只用了这一个 海洋之谜的这一个防晒霜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我现在一直用这个防晒霜啊 然后 所以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 持妆的这个效果 真的是让我蛮惊艳的 然后呢 我感觉到了大概下午两三点 两三 两点半的时候 我有看一下镜子 然后大概两三点左右这样子吧 然后它的这个妆面呢 就变成这种比较有一点glowy 这种感觉 尤其是我梯子去出油的这个地方啊 但是我一次妆都没有补 大家可以看到 它没有任何晕妆的现象 你看这个地方 高光然后腮红全部都在 除了我嘴角 因为我经常擦嘴角的关系 然后下巴这个位置 也没有任何起皮的现象 我觉得这一款 霧面的这样一个water based的 霧面的粉底 真的让我惊艳到了 但是我要说的就是 我这个颜色 030 大家一定要去买这个色号 它就是一个红色通的这一个 红色通就是冷色嘛 然后 很明显跟我的脖子 我不知道镜头上可以看出来 就是跟我两个色通 虽然色号偏深 但是两个色调这样 所以颜色我买的蛮失败的 但是我这个呢 会去换一个颜色 我真的很喜欢很喜欢这个粉底液 我倒不至于觉得它能坚持24小时 因为我已经觉得T字区的这个位置 到目前为止 这个地方已经出油出的非常厉害了 虽然出油 但是并没有让这个粉底液晕开 大家明白我第一次 有的时候你出油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就是感觉就是一道一道的 或者是一圈一圈那样 就是要走妆了 就是你一抹妆就会掉这样 但这个完全不会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个粉底液 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是混油性皮肤的朋友 你想要一个怎么说呢 中度以上 没有达到全遮瑕了我现在的用量 然后我觉得中度以上的遮瑕 对我来说已经足够 然后大概坚持个早久晚五这样子 我觉得是一款非常非常漂亮的粉底液 然后它的确是雾面的 但是不会是非常非常的哑光 就看上去很卡粉那种状态 完全不是那样子的 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可以去试一下这个粉底液 如果你对这个粉底液感兴趣的话 蛮奇怪的是我目前看到的跟我差不多膚质的这样的油管博主 包括大的油管博主 包括自己喜欢的油管博主 都不太喜欢这个粉底液 说实话 但是我很喜欢这个粉底液 逆道而行了 然后真的真的 我觉得这个粉底液真的很好 真的真的很好 然后它定妆定的很快 所以我觉得刷子云染是最好的 这样子的 出印象就是我真的蛮喜欢这个粉底液的 然后我一定会去换一个色号 我不会就是 这个色号我完全用不了 换好色号之后 我会再给大家在这个微博 或者是Instagram上留言 然后更新一下我用哪个色号 这样子的 那今天呢 这一个Dior的粉底液的测试视频呢 就跟大家测试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我提供的信息呢 能够帮助大家去选择这个产品 那今天这篇美妆日记呢 就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多多的点赞 喜欢这个视频 然后新来的朋友呢 一定不要忘记订阅我的美妆频道 我们就下篇美妆日记再见咯 拜拜